范家兄妹们选的九楼叫一旦居,是京都里面排的上号的富贵去处,所以每到五十,总有些富豪官员,才子家人,来此地把酒而谈,只是不知道那些才子从何处挣的银钱,那些家人又如何肯抛头露面,总之三楼清静,若没有相应的身份,是断然上不来的。 正因为人人都知道,这一时居的三楼,能坐在桌边的都是有身份的人,所以反而极少发生什么冲突矛盾,毕竟京都说小不小,但官场隐脉,暗箱交杂,谁又知道谁和自己背后的真正关系呢? 刚才出言,驳斥范贤地摊刊物论的,却是为弟弟道道的才子,姓贺明宗伟,一向极富才名,很得京中世人积赏,所以骨子里未免傲气了些。 前些日子,贺宗伟在朋友处看着那本《红楼梦》,虽然对其中意志大为不满,也不以为书中诗词有何出其处,但依然十分佩服作者这数十万字的细腻功夫。 今日来到酒楼上,三杯两盏黄酒下肚,正是微醺之时,却听到隔壁厢房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对《红楼梦》大放厥词,他心头一怒,便喝出这句话来。 正好此时,范氏三人已经吃完了饭,正在喝茶闲聊。 听着这句话,范思哲一想到自己先前夸的海口,想到对方指责范贤,也是落了自己面子,不由大怒。 他出身范氏大族,高贵无比,向来横行街里,哪里肯受这些酸腐秀才的嫌弃,一掀帘子,便窜到了三楼的大厅之中。 范贤欣想自己出入京城,还是低调一些的好,用眼神询问了一下妹妹。 范若若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,微笑着摇摇头,示意范思哲应该不会太过分。 这一两年,范思哲的年纪渐渐大了,在范若若的耳提面命之下,也变得懂事了少许,在街上打砸抢的游戏基本绝技,所以他才会如此放心。 范思哲冲入大厅,眼光极准地将贺宗伟从众人中挑了出来,一步三摇,走到那书生的面前,哼道,刚才那句话是你说的。 是又如何? 他年仅仅十二岁的范思哲却没有照过面,所以胆气很足。 范思哲本职准备骂两句,听见教养二字,就想到母亲平日里对自己的责骂。 大怒喝赤道,你这家伙,又是谁家的泼货? 他此时早已忘了姐姐平日里的教诲,跳起来便往那人的脸上删去。 贺宗伟万万料不到在一旦居如此清雅的地方,居然有人敢如此横行霸道,仓促间往后退了一半,躲过了这记耳光,头上的青筋却扯散了,模样看着有些狼狈。 与贺宗伟同桌的都是些颇有声明的才子,更有一位尊贵人物,见此情形,不由大怒道,光天化日之下,竟敢如此放肆,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? 王法? 范思哲冷哼道,小爷便是王法。 说完这句话,便捏着拳头切而不舍地往贺宗伟身上砸去。 忽然间,一只手从旁边伸了出来,握住了范思哲细细的手腕。 范思哲只觉得自己手腕间被一只烧红了的铁箍箍住,痛入骨髓,不由啊地一声叫了起来,骂道,还不来帮忙。 他的护卫意欲上前筑拳,不料却是人影一晃,胸腹处被印了两掌,惨然退了回去。 拧住范思哲手腕的,正是桌上那位面向阴沉之人的护卫,这名护卫面相寻常,双眼里却是金光脸中微露,显然是高手。 将这小孩子扔开,别打扰了宗伟兄的雅兴,面向阴沉之人吩咐道,那名高手一振臂,范思哲便像只小鸡儿一样被扔了出去。 范贤本来以为范思哲顶多与人争吵几句,哪里知道转眼间,竟然事态严重到如此程度。 但想到,弟弟年幼却是霸道蛮横,虽然若若说最近已经有所收敛,但看刚才仍然摆脱不了小小纹固气息,所以心想让他小小吃吃苦头也无所谓。 但他断然料不到对方之中竟然有位高手,而且这位高手下手竟然如此狠辣,这一抛之中竟然隐藏着暗尽,如果不好,便是断骨吐血的下场,就算范思哲行竟在如何不堪,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这种手段也未免过分了些。 不知如何,范贤已经来到了门外,手腕一抖,已经拎着了范思哲的衣领,然后整个人借势一转,右手顺时针一拧,让范思哲在自己的手下转起圈来。 一圈,两圈,三圈,范思哲的身体停止了转动,睁着一双余迹未消的大眼睛,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范贤松开手,苦笑着将油渍头晕的思哲交给范若若,踏前一步,看着那位精光内敛的高手,柔声说道,设地年幼冒犯,但阁下下此重手,未免也太过了些。 与那才子同桌的几人冷哼一声,不好,如何说话,毕竟对方说得不错。 只有那位面向阴沉的年轻人略带几分至今的饮着酒,正眼都没有看范贤一下。 而贺宗伟扶正投金后,自觉狼狈不堪,在看面前这个年轻人的漂亮容颜,却无来由的一阵愤怒,似乎觉得对方的微笑都十分可恶,恨恨道,如此顽劣子弟,烧尸薄成,有何不可。 范贤没有理他,只是温和笑着看着那位高手,然后往前踏了两步,那位精光内敛的高手,先前看这位少年公子哥一首宁万画源宵敬,不由感觉对方有些深不可测,微移皱眉,竟是示弱般地随着范贤向前的脚步,退后两步。 二人两步一移,便把身后带着满沙的范若若身形让了出来。 范若若在京中才名颇盛,楼中这些人早就耳闻大名,有几位还曾在郡王府师会上远远见过,当中更有些高官子弟认识,众人一惊之下,隔着一段距离向他见礼。 与范贤对贤的那桌人,此时才知晓先前那个闹事孩童的身份,不免有些坠坠,而贺宗伟看见范若若后,却是神色微变,似乎想说些什么。 三日子 contrach